工黨發起簽名活動 反對港鐵加價 工黨成員在九龍塘港鐵站外叫口號 又收集市民簽名 他們不滿港鐵去年賺147億元 但仍然要加價5.4% 加重市民負擔 要求政府阻止港鐵加價 以及檢討可加可減機制 成員之後遊行到站內 設攤位呼籲市民支持 但港鐵職員一度控制人流 令市民不會經過攤位 工黨說未來幾天 會在不同的車站收集簽名 目標是集齊1萬個簽名交給政府 控堪行李劫藏屍案 警方鎖定死者是30歲任職夜總會公關 姓黃姓的中國籍女子 但死因仍有待調查 警方呼籲死者的男友 盡快與警方聯絡協助調查 歐志良報導